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WebDuno的部分 WebDuno的部分呢 各位我們今天會用到的叫Smart套件 Smart套件的部分 這是它目前應該說他們比較組合在 就是所謂的教育市場這一塊的 那相對來講就是它組合也蠻多的 它的組合也蠻多的 也可以呢有用到 除了他們的開發百壞 其實其他這些元件 如果您曾經用過Arduino 你會發現基本上大家都共同的 大家都共同的 包括像這些什麼電阻啦 溫濕度啦 超音波點矩症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 好 那這個呢 實體的這個 畫面大概是像這樣 所以待會我這邊有大概 14 13到14度左右 如果說沒有辦法每一個人都一個的話 就可能就是我們兩個人 一個 那因為這個是我的 所以各位都是第一次使用 而且都是全新的 所以你都是第一個用的 呵呵呵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邊 那麼 那麼 Webduno 跟一般各位 常聽到Arduino 差別在哪裡 我想你可以從這邊 你可以從這邊來看到 第一個 Arduino比較屬於西或西家家 這樣的一個開發程式 那它主要還是透過USB跟藍牙 雖然它後來也可以經過這個 加裝這個Wi-Fi的 有沒有 模組 也可以透過Wi-Fi 但是以最原始來講 它就是 就是USB跟藍牙為主 那 Arduino介面基本上都是把程式 直接燒到什麼 直接燒到那個板子上 所以它最後寫完都會有一個燒戶的動作 那麼在Webduno這一塊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 想做叫Web加Arduino 所以 其實呢 它的語言就是以什麼 網頁為主 網頁為主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 再來 它不需要像Arduino一樣 還要裝軟體 它只要直接 開啟網頁就可以用 那 瀏覽器的部分 主要當然就是 跟Google的Chrome 比較OK 其他的 可能就 比較不是那麼 OK 那再來呢 它的連線方式 就有很多種的 你可以透過什麼 Wi-Fi WebSocket就是 你在區域網路裡面可以用 如果說 假設我是同一個網段的話 你可以用IP的方式 直接去控制那個裝置 控制那個裝置 再來 因為它本身的程式 並不是燒錄到板子上面 而是什麼 在Server上執行 在Server上執行 所以它沒有燒錄的動作 等於你執行的時候 其實 你的裝置就是透過連線它去呼叫它 所以相對來講 有它的優點 當然沒有人 覺得說 一定有的WebDuno 就不能用Arduino 也不是說Arduino 就不能用WebDuno 而是說 要看您的情境 如果您 比較需要就是 我單機 反正可以獨立運作的 那用Arduino 會是一個比較OK的 相對的 如果您需要多人協同 多人協同 像我們 Arduino的部分呢 它有 WebDuno的部分 它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如果您有多個人想要控制一個裝置 或多個裝置之間要互相聯絡 互相溝通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會比Arduino的部分來得簡單 因為網頁本來就是在做這一塊 所以相對來說是更容易 那以我自己來講 因為我本身是對網頁是比較熟悉 所以 如果說 以前我們要透過網頁 控制這些所謂硬體的東西 老實講 是有很大的安全性的問題 那 要做到這一塊會有困難 可是現在透過Arduino 那個WebDuno的部分 就不會有這個情形 因為就很單純 相對來講比較單純 那麼 積木的部分其實 大家都差不多啦 現在 它可以用積木方式寫 當然如果您對網頁比較熟悉的 也可以自己coding 這都ok的 好 那了解基本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 慶奇的部分 就WebDuno這家公司 主要有這三塊板子 主要這三塊板子 那 這一個 Fly是跟Arduino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等於Arduino的升級板一樣 你就插在那板子上面就可以用 所以相對來講 這兩塊板子就要大一點 第二個是馬克一號 馬克一號呢 就像我現在現場這邊一樣 這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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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 這個Size大概差不多這樣大小 那我們的Smart 是目前呢 就像各位現在這個看到的 是最小的一個 這個是目前最小的 就這樣小小的 我拿起來 這樣 反正現在都越做越小啦 當然 比較小 相對的那個腳位就比較少 所以如果說你有比較 就是說需要比較多的這個 裝置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 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傳統的方法 就是透過麵包板 對不對 第二種方法 既然它透過無線網路 你提供一個 我提供一個 裝置互動就好 我就不用接太多 對不對 好 我借你的光明電阻 你借我的燈 這樣就可以完了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那您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你在簡報的第十頁呢 你可以看到 光是燈的部分 其實就有很多種方法 好 這個是畫面上的互動牌燈 開燈 關燈 用講的也可以吧 開燈 關燈 因為這個都有現成的JS 讓它是否有 它的模組都可以用 而且這個部分 它都已經有寫在它的 行動開發程式裡面 這個我們也常見 對 生活詐異 紅外線 人體的外線 男生器 其實這些 原件都是共同的啦 共同的 所以我們其實 你用過這套 Arduino的 再來看 你就會發現 其實就主要是 開發環境跟板子 所以我們其實 你用過這套 Arduino的再看 你就會發現 就主要是開發環境跟板子 那麽 WebArduino它的開發界面 不是像 很多Arduino系列是用 Stay群 對不對 它是用Google的時候 就能發揮 但是其實 你用過 基本上 八根之九處都是一樣 沒同的 那另外它在手機 這個部分 要做 UR Code 也沒差 因為它多過網路 所以 它的網頁解面 可以這樣找完 所以你用這個 這樣做APP 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它有 API 去像 微軟的LINE 還有那個 Micrope 它們都有開 API 可以跟 WebArduino就可以跟它 進去 那 你現在看到這個 四算表的部分 也是它那個 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 傳統 Arduino 我們要跟 我相信是相對的 好 但是現在 它有幾種方法 你可以跟 Firebase 也可以跟 有四算方式 明確之類 那你就省了 中間這個 介面的連線 開發 所以就 就速度會換 OK 那這個後面的 它 透過SERVER的方式 它的 SERVER端 它是用NONE這一次 NONE這一次 好 那麼 您看過這個之後呢 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其實還有很多 像在國中小 現在 也是 運算思維 那很多 他們就會 比如說跟基木 合在一起 一起玩 那我們往下走 像這邊 它也有自走車 他們控制 事實上也有自走車 另外呢 像他們也有 跟這個 做那個 建築 合作 建築的模型 一樣可以做 用它去做控制 比如說您看到這邊 大家好 這是利用WebDino 所做出來的 智慧房屋模型 影片裡 我們透過一個簡單的網頁 就可以在手機上 控制家裡的電燈 窗簾 或是大門開關 甚至接受室內的溫濕度 同時 我們也可以透過不同的裝置 例如電腦 平板 監控家裡所有的電器狀態 以這個例子來說 綠燈就是打開 紅燈就是關起來 此外 透過RFID磁卡 我們可以一次打開所有的電器 或是出門的時候 懶得關燈、關門 只要刷一下磁卡 就可以把所有的電器 與大門關閉 在網頁的資料庫裡 也會記錄是哪張卡 在哪個時間 做了哪些事情 透過WebDino 我們只要做一個網頁 就可以很簡單的建立起智慧房屋系統 讓你 現在就是像這樣 其實還蠻方便的 這是 因為它本身就是跟那個 網頁 等你寫出來之後 就是網頁的程式 所以相對來說 其實就很快 就很快 那這個的話 比較好玩的 你等一下自己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像怎麼 像Arduino也有在玩的這種 有沒有 循跡 它也可以支援 也可以支援 好 那所以您大致上 了解這些概念之後 像這些紅外線 其實都可以 都是一樣的道理